錄了一個扔垃圾的聲音 不要緊 我們做這塊吧 我打這塊來清洗一下 暫時顯示著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沒有Grip 但我想做一個Responsive 讓大家大約知道什麼叫Responsive 剛才我都說了一點點 我現在再說一點點 還有可以有些細節的調整 如果你要做一個 好一點的Responsive 的Resize 你不可以用它Default 你看到都不太適合 動的時候 那個Login又這樣 奇奇怪怪怪 但它有些東西都適合的 譬如下面這個Login Button 這個白色和這個交叉都沒有錯 那我們就做好了 那我呢 首先呢 你可以先ungroup 如果你覺得 它原本不知道它怎麼group 很亂 你可以ungroup 你不ungroup 也可以的 因為其實它的group 分類這裡都看得很清楚 看到嗎 這個path 這個group 你可以試一下 那我就ungroup 的選擇 un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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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ommand shift ungroup ungroup 之後 你看看它的object 是否全都散了 全都散了 是吧 Login和英文字都分開 我就做 不是搞定 我就先ungroup 先吧 那ungroup一下就夠了 那跟著呢 下一個步驟呢 我就要理解一下 究竟我想怎樣做 那我想呢 這個Login 它呢 就是在 這個白色的這件東西的 就是大約上下分鐘 前面距離20 那你記住它一定是要 齊回左的 這個呢 都是 跟上面那個Login平排的 但是呢 它們的高低呢 就 你大約在中間就OK了 那不在中間 都可以一間 輕微自己做一些條件 譬如你讀它那個X 和Y 4 3 1 那這個4 3 6 即1 2 3 4 5 6 那這個呢 就4 7 2 2 3 4 6 7 那這個6 那你就打多個1 下去就是7 明白嗎 即是如果你想 不是應該是上面那個高一架 這樣做 那它就分到中了 後面這個已經分到中 就不要騙它了 那你跟著呢 就是需要將這件東西 這件東西 和這個白色框 獨立做一次的group 它呢 就可以自己做一個 独立的responsive resize 這個也是 這件東西 和這個鎖 和這個白色框 獨立做一個group Ctrl G 或者Cmd G 然後這個呢 它都會做 resize 那你看一看 它 resize 的時候是怎樣 我動這個鎖的時候 它只是鎖 永遠跟著邊的 OK啊 這個動的時候呢 它不是按比例的 這次 是lock死了這個距離 不動的 因為它人工智能 看得到你擺動的 當然是想lock死它 那如果我放大縮小呢 你看到呢 它是 不是很分鐘左右的 哈哈 那這個位呢 那你就可以看看 你就可以 double click 進去 按一下 然後呢 你就可以按一個叫menu menu 那你只要保證 它是fix 和height 即是保證這件東西 寬高的越來 就和尾有一個fix的距離 所以它踢了下 上下就不理了 按比例了 那就對了 這個呢 又是了 看看它 它是fix了齊頭的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這件東西呢 理論上來說 都OK 只不過開頭 我們擺位的時候 它不是很分鐘左右 明白嗎 所以它才拉高的時候 才會按比例來移位 但是呢 我其實呢 不用改的 為什麼呢 我先 undo 先 undo 先 undo 這個又先 undo 先 undo 先 undo 為什麼呢 因為我根本這幾個 object 我不想它可以隨便放大 就是向上向下 我不會這樣放大的 我只是想它打橫縮而已 明白嗎 所以呢 現在呢 大家留意了 我現在呢 就是這個 先 undo 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動的 這個也是 動的 動的 沒有問題 記住了 就這樣做了一下 它自動解決了 第二件事 就是呢 這兩件呢 我其實想它長期在一起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我還想它多埋一點點 這兩件呢 就是做一個group 如果這兩件做了一個group 它以後呢 就自己成為一組的 那當然啦 你這樣 resize 的話 它就會動到那些高低 但是呢 我這件事是會跟外圍做一個group的 那就是呢 group 好了之後 我才再決定呢 它在裡面怎樣運作 那我現在動一下它動一下它 看它呢 在這個object那裡分中 看到嗎 上下又分到中 那就是我現在的long in 和password 這兩個白色框這個group 是跟紅色這個 上下了又分到中的了 你怕它不是分中 你直接示範兩件東西呢 這樣按分鐘 這樣按分鐘 都可以的 更簡單這些 那這個counter呢 在這個位置已經OK 所以呢 不需要再改它了 那我們呢 將這個counter 兩條白色的lock in password 和它的底紅色 三個一起 又group了它 如果我這樣group了之後呢 我看看我動的時候會怎樣 你見不見到呢 因為呢 我的lock in和password 本身已經group了 它知道你group了 不會搞你的高低 所以它就永遠 這樣跟它會縮 然後就分中 又不會搞你的高低 是吧 這個呢 就完成了這個group的responsive 這個object呢 和這個object呢 又要做的 所以兩件事呢 選了它 分中 哎 還差一個英文字 分中 對 還有呢 上下分中 分了中之後呢 這個lock in呢 又要和這個object呢 保證呢 都是分鐘 那麼我group了它 另外lock in這個字也是 double click 最好選擇分中 如果它本身是想分中 你打字改字 它就會中間動的 那麼這兩個group起來之後 這個和這個又再group起來 group了之後 你放大縮小呢 你會發覺 現在就是這樣的lock in 但是你會發覺 它的左右是不會跟著它 漲大縮小的 如果你做了一個responsive 發覺它動的時候 不是你expect的樣子 你可以改的 你只是需要在這個group double click 試回這個lock in 這個鍵的group 然後呢 你就說我不用auto auto是人工智能 幫你處理 我用menu 然後我跟它說 我的foot 是不是fixed的 還要跟它說 就是我反而這兩邊 如果你什麼都不動 你這兩邊不take呢 你動了之後 它就是這樣的了 它就會按比例 看到沒有 按比例 但是 如果你double click 這個object 你menu 你take了這兩個 你就說你fix了這兩個距離 你現在再動 它就是永遠這個距離和這個距離 是fix了不動 那你一縮小 它就直接縮那顆lock in button 所以在這個情況來說 我double click 試回這邊 我最好就是左右都不take 這樣就是最好的 按比例縮 就是最好看的 明白嗎 這個就是menu的做法 當然了 再進去這個lock in 我發現它好像低了一點 我按高一點 視角上就在中間 這個group和這個group 最後又可以group在一起 看看line的時候 它這樣動的時候 它發現這個位置比較窄 這個位置比較闊 所以 它這個auto的responsive resize 它是resize 紅色的那個位置 而不改下面白色的位置 你可以改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是ok 所以我不動了 你做好了 這個東西就很棒了 你如果有幾個地方都有的話 像我一樣 幾個地方都有的話 因為不同地方可能不同size 你又不需要經常計算 它有分鐘 你在AI做你就慘了 你明白嗎 不同size 你要自己分分鐘 但是experience design 它design的時候是for responsive 所以就方便很多 搞定之後 這件東西我大約是想怎樣 我先縮小 然後我想它大約snap to這條邊 snap to了 然後向下 10、20、30、40、50個px 另外這條邊 是snap to layout的那條街 這樣做就可以了 然後我也想給回一段字 我可以按住command 按住command 就可以select一group裡面的東西 然後copy它 paste的那段字過來 那這段字呢 最好都是用回白色的 那還有呢 我這段字呢 是低一點的 那我呢 按住它 按shift 1、2 那 記住喔 我都很少教你和design有關的東西 那我講講一點點吧 Design裡面呢 有一件東西叫grouping 這個是一個 不是你平時說grouping 那個grouping 我先high了那個layout 意思就是說呢 這些margin 其實是代表著 那件東西是怎樣分路 你看到我剛才這個margin 大約用50 這個用20 為什麼 原因是呢 我是覺得 這裡是一group 東西來的 這件東西 又是屬於它 這樣組成一group 明白嗎 所以這一條呢 是要闊過這些的 如果你想這兩個是一group的 視角上 你就沒有理由呢 這樣等這些東西 這樣等呢 這個東西就好像黏在上面那裡 這個東西就明明丁丁的 那 記住 做graphic design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些margin 這些space set 要做這些grouping和rhythm的東西 但因為我不是調整設計 那就是 有時候我都不說那麼多這些 我本身是調整設計 但現在調整一下 不知道該怎麼搞的 試試看 哈哈 斜看 斜看也沒有 這隻不知什麼字 有沒有斜看 沒有 那就算了 算了 這個沒得選的 這個 instar也沒得選 那就算了 用回原本這隻 那 那 淺灰色字 那 它是跟其他不同的 提示你lock in的時候 你lock了就死了 好了 搞定了之後呢 那我不想做一個part part four 那我part three 這也做完最後那塊 我想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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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出來 不行 我試得不行 那我整個 放一個出來 ungroup 它 那 就 只是丟了這些 那 我要這兩顆 它group了的這兩顆 那也好 那這兩顆呢 我在這裡玩一下 那我ungroup 它 我最喜歡就是 它都歪歪的 那我不要管了 我全部呢 分中分中先 那這個呢 這個呢 ungroup 那這個 這個 和這個 分中分中先 那我再檢查一下 這個 尺寸呢 就是 7465 這個也是 7465 這一顆呢 就 1927 這一顆呢 1928 那 不知道應該是28 那 這個呢 就 不知道了 200 就 好嗎 200 之後呢 又要洩回兩件 上下 分中 這兩顆呢 我就想這樣 group了它 那 這兩顆呢 又是 這個 按這個 shift 我兩件 都lock 死了 這個 這個 我剛才記得 是大約 五十多 那我還有三十六 應該沒問題 這個就麻煩了 因為我用了 responsive 所以它縮的時候 不會跟著縮的 你關掉了 那它就會變回跟AI接近的 兩件一起做 應該可以 兩件一起做 這裡 不是 獨立的 挺正的 那 兩個都36 那 36和36呢 我就想這一個 在畫面那裡 分中 如果你只試一件 它是阿拉圖的 上下分中 齊到B 按這兩顆鍵 左右3D page 是嗎 不要意外那麼高 那這顆 我又不想 上下分得那麼中 因為下面那個又不太好看 那我就按Shift 1 2 3 這樣 兩下 看看好不好看 Copy Pase 不是很好 再低一點 這個都可以group 不用煩 那 group了之後 Copy 不要group 待會我們會做事 分開兩顆 兩顆Button Copy P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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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頂住 好嗎 第一頁就不能再向前 最後一頁就不能再向前 最後一頁都不能再向後 我們呢 這樣就做了這些按鈕 預備給它按 你不喜歡這些呢 比如你想這個 阿拉圖的底 也沒有人會告訴你 按著Shift 按高一點點 阿拉圖 暫時這樣先 好嗎 那就記得save 我怕你們做了那麼久都不記得save 了 一會兒我們會做少少的interaction 那就應該金堂就七七八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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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